大约半盏茶的功夫后 银寒之气逐渐散尽 觅食中的一切才恢复了瓶颈 六名眉头一皱 将袖袍一挥的打开了钉盖 搜的一声 一道清光冲天而起 露出了炉中五颗清光蒙蒙的冷凝丹 细看之下 其中一枚只有三条灵纹 是繁品品级 另外四颗四条灵纹清晰可见 一颗则是被丝丝寒气缠绕 隐约可见五条淡淡的灵纹 而角落中的一颗 竟被一股浑原浓厚的白雾包裹 无法清晰地看清 其上有几条灵纹 他当即单手一招 五颗丹药从丹炉当中一飞而起 并落入其手中 在将其余四枚珠衣放入浴盒当中后 便仔细地检查起了最后一枚冷凝丹 六名心念一动之下 一道黑气从指尖冒出 小心地驱散起了丹药表面的白雾起来 再双目一眯地顶睛一看 下一刻 他的脸色的表情从期待之色 渐渐变成了一丝喜色 最后竟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六道灵纹 竟然有六道灵纹 这可已经 看看接近天品 他单手托起这一枚 第一次炼制出来的六道灵纹的地品丹药 心中兴奋无比 同时也隐约明白了 刚才的诡异天象 想来便是此颗丹药引起的 他将此颗丹药单独收入一支 阴寒的灰色玉盒当中 并小心地放入腰间的虚异螺当中后 才盘膝坐地 闭目养神起来 白链阁附近的某个客栈的厢房内 一名满脸邪气 二十岁左右的绿袍少年 正左右拥抱两名貌美女修 翻译感应到一阵轻微的波动 与一股淡淡的寒气之后 绿袍男子脸色微微一变 向窗外练气铺所在的方向 淡淡的一眼望去 公子 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其中一名身姿曼妙 头戴金色发帧的少女 一手贴于青年的胸口 娇声问道 没事 只是天边有一支青色孔雀飞过 绿袍青年将眼神一收 咧嘴一笑道 公子 哪有孔雀呀 妾身怎么没有看到 另一名穿着暴露身材火辣的少女 朝青年怀中以轻 柔声问道 在这儿呢 绿袍青年单手一掐发掘 身上一股绿色雾气涌出 在其面前瞬间凝结成了一只绿色的孔雀 接着 箱房内又传了一阵嘻嘻哈哈的调笑声 箱房大门外 一名一丈多高的大汉 如铁塔一般的双手暴毙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对于箱房内不时发出的调笑声 完全视若无睹的样子 浩然耀斋的密室当中 屋内被一片白萌萌烟雾充斥 并不时的中央处投射出一股股阴冷的寒气 什么人引起的灵气波动 差点干扰到我的修炼了 白色烟雾瞬间一阵翻滚不休 并向中间一收 显露出了其中一名男子的身形 正是柳铭上次在零售商铺所遇见的浩然书院的那名中年儒生 中年儒生旋即走出密室 向带清门练气库的方向一眼望去 目露一丝疑惑之色 但最终还是摇摇头的再次回到密室当中 继续专心的闭目修炼起来 同一时间浩然耀斋的一间偏厅当中 青年儒生正端坐在茶几的旁边的木椅上 脸色阴沉的看着眼前一名修为只有零突七的销售男子 让你查了那么久 就连那黑懒汉子的丝毫头绪都没有 真是废物 青年儒生冷冷的斥责道 公子恕罪 不过公子所说的那个人可能已经离开了长阳访市了 销售男子不敢抬头 低声回道 哼 你不是号称在这长阳访市之内的事情 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吗 那黑脸汉子有没有离开 你自己难道还查不出来吗 青年儒生冷哼一声 一副非常不满的样子 显然这位浩然书院的弟子 对那没变异的冲卵仍是念念不忘 是 王公子再给属下一点时间 属下一定会查出这个人的下落来 销售男子心中一凉 急忙的这般说道 很好 不查到此人下落 你就别再在我面前出现 青年儒生 难押心头怒火 一排茶几站起身来 静止往练气铺二层走去 同一时间 百炼阁附近另外一家 看似十分普通的店铺密室内 一名气质出神的紫衣女子 正斗玩着手中一头巴掌大小的金鳖 而在其身后 则站着一名脸上满是慈祥神色的青衣老者 乔老 对于刚才那一瞬间的灵气波动 你可有看出什么吗 紫衣少女突然回头 望了一眼身边的老者 淡淡地问道 回禀小姐 根据老朽判断 应该是有人炼制出了 某种难得的灵气 或者丹药来 老朽作为一名炼丹师 以前侥幸炼制出一枚 五个丹纹的地品丹药来 此时也产生过类似的异象 在炼制禁制数冲较高的极品灵气时 应该也会有差不多的情况发生 此人虽利用禁止 割绝了大部分的波动 但既然是来自太清门的炼气铺 多半是后者了 青衣老者微微以攻身 缓缓地解释道 乔老 还请你派人去查一下 最近那太清门 可有派什么炼气大师 前来坐镇吗 紫衣女子略意思量后 如此吩咐道 是 劳夫 这就派人去办 青衣老者又是一礼后 便走出了密室 随后的一段时间 柳梅除了期间 取了一次服人的商铺 将十三颗返品和四颗四道灵纹的 地品冷名单 兑换了三百余万零食意外 大多的时间都在店铺之内坐镇 那服人族掌柜 虽然差异流明这么快 又炼制出了地品丹药来 但也以为 这些就是那些千年清灵果 炼制出来的所有丹药 其虽然心中嘖嘖称奇 但也称不上太过骇然 此时 他腰间的零食袋中 已经赫然有了五百余枚上品零食 而地品冷名单 则是四道灵纹的五颗 五道灵纹的两颗 六道灵纹的一颗 大约半个月后 拍卖大会终于开始了 仿石中心湖泊附近 一名一身青色皂袍的中年男子 从一旁的小巷里 缓步走出 整了整袖袍后 并静止走向了拍卖大会 正是一番改脱幻面之后的柳明 半个月前 作为太清门使者的他 果然收到了拍卖方 一切蒙商会发出的邀请函 不过其并没有打算使用此物 而是决定再次敲装一番 以普通反修的身份 进入拍卖大会 此刻正值拍卖大会前期 不时有三两成群的修士 从四门八方汇聚于此 往大门处涌去 柳明少艺观察过后 便付了一笔零食费用后 大麻大样的在守卫注视下 跨入了拍卖大厅 通过一条被熙熙攘攘的人流 所占据的宽敞走廊后 正是拍卖会的内厅 分为两层 没有邀请函的散修 只能进入一层大厅 二楼则是为一些 说到邀请函的特殊宾客所准备 柳明挑了一楼 一个颇为隐秘的偏僻角落 静静地坐了下来 同时开始私下打量起了 拍卖大厅里的一切 围着最中间的 巨大方形高台 一楼会场周围 呈扇形的 分布着一层层的阶梯 每个阶梯上 都布满了座椅 柳明粗粗计算了 一下 整个一楼会场 便足能够容纳上千人 而距离拍卖大会 大约一个时辰的样子 此处已经很少 能够看到虚袭了 光凭这一规模 长阳访式的拍卖大会 已经远远超过了 柳明在沧海之域 参加的拍卖会了 下面这些座位 都是普通席位 会场二楼两侧 还有一间间的贵宾包房 显然是留给了一些 有身份地位的强者 柳明兹进来以后 便通过强大的精神力 隐约觉察到了 有不少人走进了包厢中 这些人一个个都是气息沉稳 不少人都是化精气以上的 修为强者 就算是里面有一两个 真丹镜的存在 也并不奇怪 而这些人一旦进入包厢之后 便再也无法查探到分毫了 又过了小半个时辰 会场的入口 渐渐的没有人再进来了 彭的一声 随着入口处的大门 缓缓关上 中间的高台上 骤然亮起了一道金色光柱 里面隐约 有一个台子般的事物 正缓缓升起 与此同时 会场受到嘈杂之声 也戛然而止 所有人的目光 都紧紧地盯着 中央的金色光柱 金光缓缓散去 只见浴台上 赫然多出了三个白袍之人 中间是一名 虚发皆白的老翁 在这么多人的注视下 依然是一副慵懒的神情 其左右两侧的两个中年男子 一人面色白净 另一人却是肤色幽黑 此刻万众瞩目之下 也是神态自若 柳名眼角一阵抽搐 这两个中年男子身上的气息凝重 明显是画荆棘的高手 而那白发老者明明坐在那里 可在神识扫描下 身形却在似有若无当中 仿佛随时都会消失一般 这老者 竟是一名真丹静的强者 左边白净中年男子 目光一扫台下后 就面带笑容的 用红亮的声音说道 欢迎诸位同道来参加本商盟 召开的拍卖大会 本次大会由在下主持 规则同往常一样 喊出一个底价后 大家用零食竞拍 若是诸位身上零食不足者 也可以用其他宝物出售给本会 换取零食 当然 若是诸位不同意我等定性的价格 本会也可以替各位进行现场拍卖 总之绝对不会让各位觉得吃亏的 这个白净中年这番话说出来 头头是道 下面众位修士 自然也没有人反对 而白发老者和右边的幽黑男子 本已经二话不说的 走到后面的两把椅子上 分别落座下来了 好了 既然大家都没有疑 那么本次拍卖会 现在开始 白净中年环视已周 随后扬声宣布道 声音响彻全场 话音一落 一名白衣侍女从后台营营走出 其双手捧着一个白玉托盘 托盘上则盖着一块大红布棉 在众人注视下 不慌不忙地走上了玉台 白净中年伸手揭开托板上的红布 露出了一柄半尺长的奇形刀器 第一件拍卖品 极品灵器 清阴刀 内涵二十八重进制 攻击之时还兼具有幻音奇效 让对手不知不觉当中陷入迷幻当中 法力大减 底价八十万零食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三万 白净中年朗生说道 话音刚落 会场中顿时一片窃窃私语 刀器虽不如剑气吸力 但却多了一分霸道 在所有灵器中 也是攻击力仅次于剑气存在 这柄青阴刀 如在擅长近战的刀客驱使下 话音配合残影 伸出鬼没之下 必将使对手防不胜防 不说别人 就是柳明也有些心动了 八十万 立刻有人喊道 八十三万 八十七万 九十万 柳明看着此期比伏 踊跃报价的众人 一会儿功夫就把价格 抬到了百万以上 便摇摇头的闭目扬神起来 从心底上讲啊 他虽然也很想添置一份极品灵器 不过在百万以上的价格 就不会去考虑了 毕竟 其今天的目标是金魂粉 他虽然身上有不少零食 但在拍卖到此物之前 并不会花太多的零食的 结果经过一番鸡肋竞价 这柄青阴刀 以一百二十万的零食 被一名黑衣男子拍了下来 有名看了看两侧的包厢 刚刚出嫁的人 都是下面的修士 包厢里的贵客 似乎都看不上那青阴刀的样子 竟集体地保持沉默起来 下面一件拍卖品 也是一件极品灵器 灭魂扇 此扇是用阴魔血液炼制而成 又混合了魔削之气 内韵三十重禁制 底价八十万零食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三万 台下之人又送上了一个白玉托盘 这次托盘之上 则平躺着一把扇子 扇骨结白 扇面却是漆黑 扇面绣着一个紫色的骷髅头 有名一阵漠然 又是一件极品灵器出场 不过这次却是一件魔道宝物 八十万零食 白静中年话音刚入 立刻便有人出嫁了 八十五万 说话之人是一个蓝袍修士 一脸阴旧的神色 手中把玩着一件白骨全杖 一看就是一个邪道修士 八十八万 又有人加价了 九十万 蓝袍之人哼了一声 似乎对此物志在必得 九十三万 一百万 蓝袍之人似乎有些不带烦 直接把价钱突破到了百万大关 一件极品灵器 价值一般都在八十万到一百万之间 除非是一些具有特殊功效的宝物 比如上一件拍卖的青音刀 扰人视听的效果 不过这柄灭魂扇 竟然没有那种特殊的能力 一百一十万 这次的声音却是从两侧的贵宾包厢中传出来的 直接就加了十万上去 会场不少人门言 大都是唯唯已惊 纷纷看了过去 可惜包厢上设有禁制阵法 无论眼力还是神识 都无法穿透分好 报价之人 实际上是一名二十多岁的绿袍少年 他此刻正坐在东侧的某个包厢当中 手持一柄苗签扇子 两名美貌的女修 但依偎在其身旁 不时轻轻地在少年耳边吹着香风 那和铁塔般的大汉 仍旧像一座雕像一般 安静地站在一旁 感谢收听摩天